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妈呀 累死我了 幸好明天是周末 喝口水 谢谢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好像特别殷勤 明天下午你陪我去见宋熙吧 见宋熙 你不是想见他吗 正好上次没见到 好啊 好啊 这位是 他叫初礼 是我的 编辑 我是他的编辑 洛河神书就是我责编的 看来两位的关系很好 还行吧 毕竟合作过嘛 也是 听说周老师是有女朋友的 貌似是有的 我跟他女朋友挺熟的 对 两个人很好 好的就跟一个人一样 你说你叫初礼 是吧 我应该比你大一点 我可以叫你小初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宋小姐 你叫我熙熙就好了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 可以帮周冲老师出书 我 我不瞒你说啊 我一直都是周冲老师的书迷 一直期待着有一天 可以诠释他的作品 你还真的是他的读者吗 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周老师了 比你们想的都要早 小初 我可以加下你的微信吗 加我的 以后工作上的事我直接联系你吧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想你 毕竟刚和周老师出过绯闻 我也不太方便一直和他见面 对了 说起这个 不知道周老师 你女朋友介不介意上次的绯闻啊 不介意 完全不介意 他女朋友都知道 都是那些狗仔在作祟 那就好 还是要和周老师道个歉 给你添麻烦了 小初啊 刚才 干嘛不承认你是我女朋友啊 还跟他聊这么开心 哪有人带女朋友出来工作呢 做不专业 那干嘛要加微信啊 刚那种情况我能拒绝吗 而且他人不是挺好的 呵呵 喝什么 总不能让你直接和他接触吧 你是不是 挺想和人家接触的呀 我跟他接触干嘛呀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干嘛要吃醋啊 明明就是吃醋啊 你上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好的 你肯定吃醋了 谁吃醋了 你就是吃醋了 周川先生 您好 请问你喝 你们是什么关系 请您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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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公开的一个打算 你们真的想要关系 你们真的想要关系 好好好 好好好 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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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请您回答一下一下 你们抓到我女朋友了 今天的照片 如果你们长什么知道吧 但这是我的律师 走 我 你要 您 好 好 没事吧 这合作看来是没法聊了 回头我去聚了它 为什么 我不允许再有任何人 把你从我身边推开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土味情话 我哪儿学了 这真是我自己想说的话 我爱听算了 没有 爱听爱听 刚才你的表现特别像那种 拯救落难公主的歧视 那和宋夕合作的事就 我不想合作了